最新推出的研究 其实显示了 耳朵胶胶胶 现在是在人的脑袋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体 都看到耳朵胶胶胶胶 所以如果耳朵胶胶胶胶胶 就会被生成了耳朵胶胶 甚至是被生成了 医学期刊《Drama Never Open》 今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科学家已经在人类大脑袖球中 发现了微塑料的踪影 这也意味着 人体几乎每个器官 都无法倾免于塑料污染 这些微塑料会对人体 带来哪些影响 诺丁汉大学药剂学习院长 陈康妮受访时就坦言 虽然科学家们已经有初步的认知 但未来的结果仍难以预测 现在我们知道 微塑料是在每个地方 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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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地球中 跟不同的機械 他们到柴里看到了麩包装 他们开始缺乏冤架 当时他们消失了 我们经常会感受伤症 像疼痣痣 但当时身体能够做得太好 所以你真的不感觉不太 但能够长期间,它会发生 可能会发生伤是 我们未能感受到今天 但可能10年之后 肌肉已经尽力了 去除了氧化 但也发生了其他东西 因此,可能它可以增加 其他人会获得了症状 或者病毒 所以说是可能 我们还未知 我们仍然未知 虽然科学家仍在积极考察微塑料对人体的影响 但从数据上看 马来西亚很有可能是高风险群体 因为根据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公布的调查发现 马来西亚是全球吃下最多塑料的国家 平均一人每天会摄入502.3毫克的微塑料 当中有超过50%是来自海鲜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他们通常有更高的颜色比较高的颜色 但他们全部有颜色比较的颜色 所以我们有些人喜欢买瓦水 然后保持它在车的车 热热由由晰尔将将颜色比较多的颜色 然后颜色比较入水 然后我们喝 我们必须要LEX 但我们必须不在 panic 我们仍然能对一件事 likewise 让人处理 以确保残重瘤地球 由于相对 microplastic 就只要不要 棉色比较单 不要棉色比较单 只要把汽品自己的 当您出售 因为竹筊荽碎棉色 棉色比较 会变化 来变成 microplastic 然后他们可待在玉色了 长时间很久 这就是问题 在塑料废物管理不善的排行榜中 马来西亚排在全球第十 在往海洋排放塑料垃圾的类别中 我国位居第五 陈康尼表示 在我国能从制造源头解决问题之前 消费者能做的 就是在生活习惯上做出改变 保护自己 科学者在全球世界上 非常努力和厉害 我认为有一个组合的研究者 看来如何我们能拆除这个 从環境下 所以它会花了时间 但我们看到一些早期的 data 那些技术中 我们可以用来拆除 化毁動石 Then we've been able to 一个人好可怕 но我们粗目的重要 рон而是在改变 首先在在狱形上这些 我们可以学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